这是什么比赛 张继可居然大比分0比3落后 教练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以后的张继可开始了他的大逆转 这是100年的男子世界杯 由黄西服的水果笋 一张只是一副的张继可 血果笋现在是拿到了首局0比4的领先 张继可还是有些慢日 血果笋是出生在89年 比张继可小了一岁 属于同时代的球员 张继可一个台内领大直线 帮他拿到了局点 血果笋的防御能力是非常的突出 张继可的进攻既然已经是很高了 还是有点打不穿 血果选一个抢了半继台得分 邦泰43比4一拿下了首局 有点打不穿 至于领的张继可 他的成绩还并不是特别突出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三大赛 这个球血果笋又退台了 放起了高球 他的球比较黏不法灵活 不过只要张继可稳着打 没什么问题 血果笋这个球是突然变了一个节奏 整个球突然变慢了 张继可对不到点 血果笋是通过两个大脚去弄张继可 节奏也是有快有慢 12比10 血果笋拿下了第二局 前两局张继可还是有些可惜 都是率先拿到了赛点 没有把握住 血果笋的弱点变化还是要更多一些 加之他是抓手折拍 他的进攻线路还是让张继可有些别扭 血果笋这个球是有些卸力的 不过张继可的步法即是往前调整了一下 血果笋现在是大比分3比0里线了 可以说是胜村在握 张继可加强了第一板的上手质量 特别是两个防守时大脚 威力很大 张继可想进台吸一个短球 不过还是低估了这个旋转 打到关键分上 张继可的出手更加坚决了 血果笋的发球违规碰到衣服了 才胖把这一分胖给了张继可 张继可吸1比9绑回了一局 不过前面的坑太大了 局分还是1比3落后 张继可想对血果笋来说 他的正防守大脑势量更高 不过在节奏变化上还是要训施一些 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市民下方留言互动 张继可现在加强了对正守卫的保护 打这种香车球 张继可的挡码质量还是要更高一些 只要把弱点扛住 赢下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第6局9比9 看看关键分怎么处理 在进台防守的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 血果笋的这个防御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张继可变到了正守卫打落点 随着张继可的防拉15 血果笋以11比10拿到了赛点 12比11血果笋拿到第二个赛点 随后马上就有一个暂停 同行布置了一下战术 关键分上 张继可控起了台内球 在大陆球的对抗中 血果笋还是有些被动 因为打满质量比较低 经常被压着打 战术可以14比12拿下的第6局 从0比3落后是连绝了3局 决胜局上的血果笋 形态也是有些变化 毕竟前面领先那么多都没有把握住 张继可是越打越有状态了 现在是决胜局6比2领先 血果笋现在是有些手转了 这笋的进攻质量打不出来 张继可的形态真的是太稳定了 特别是在大赛中很少掉链子 最后是张继可 影视比上完成了一个打逆转 淀下了日本的水果笋